抗战时期曾勇猛驾击 轰炸华北地区日军 执行18次轰炸任务的 飞虎队老英雄何永道 一转眼今年以来到百灵高寿 尽管如此 仍在新加坡的他 看到朱新代表梁国新和媒体来访助寿 仍显得精神异议 眼神中仍闪烁着 当年翱翔天际的神采 何永道出身在华人聚集的 马来西亚小镇 因为二战日军侵华 卷入历史洪流 让当时在香港大学就读的他 意外踏上了人生 惊险报国的一夜 何永道自述 他在1942年报考空军官校 并陆续完成多项飞行训练后 便加入中美混合航空大队 协助抗战 尽管每次出征都面临高风险 但他从不后悔 并强调 加入中华民国空军 是他一生的转类点 也是改变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我现在在这里 我现在在这里 这场表力 就需要针 一票 有些养吗 所以 我现在探索 一票 这场表明 很明确 我现在看 团